2020年3月13日星期五 所谓千里送额毛 物卿情义众 今天我就会讲一下 我这个手工傻人的一些想法 各位,你们今天觉得好吗? 夜精灵,大家如果看了之前的片段 都会发现,夜精灵很多时候都很喜欢做一些手作 其实我不敢说自己是一个手工傻人 因为我也是比较三分钟热度的 但我绝对是一个手工傻人 为什么夜精灵会喜欢做手工呢? 其实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现在实在很多东西都很便利 很多东西都不需要靠双手自己去做 可能透过买也有 有些可能就是用机器 即是都很罐头 很多时候夜精灵就经常觉得 如果我想送一些东西给人的话 我就去外面买给别人 第一,如果真的很贵 即是那东西本身很昂贵 那又要花费一笔之余 当然自己未必负担得到 另外一样东西就是 其实如果本身都是在街上买到的东西 我就觉得当时人自己买都可以 我买给他 又未必合他心意 尤其是在大时大节的时候 一到那些抽奖 或者交换礼物 就经常送一大堆 叫做圣诞垃圾 交换 交换 对,圣诞垃圾 那些礼物 因为又不适合用 那有时 即是你都会觉得 哇,你送这东西给我 我又没用 我都不知道怎么 放到有牙顶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夜精灵呢 送东西给人呢 有时就不喜欢 买的 那所以 会常都想 那心就是 不如我 亲手做一些送给人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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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呢 就有限的了 那呢 可以做到的东西呢 就不多的 那 而且呢 都还是 又没有那个手艺啦 即是 我又不是那些 人家有些很厉害的 给一支筆 一张纸 然后就可以画到很漂亮的图画 那些 那我又不行啊 那我就要 用很多那些工具了 那 变相呢 其实呢 都很好笑的 那我这个手工的傻人呢 其实呢 就买下买下 又要买很多不同的工具 去做 这个手工啦 那 那 曾经呢 其中大家有见过 我做的手工呢 我待会都会放 一条片 在一条片上 一路展示一下 我的制成品 给大家看看 那 那其实呢 除了都有一些 我做得最多 其实是卡片的 即是 生日卡 聖诞卡 那些 我做得最多的 那因为呢 那这些呢 就是总有时间呢 就是总有人是 有场合用得着啦 应该这样说 而且呢 所需要的时间呢 也都 不会真的太多啦 那 那还可以 就是 做个量大一点啦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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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忙碌的季节啦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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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剛才說過,夜精靈很喜歡做手作劑 其中一個原因是覺得太多東西在外面買到 很想自己親手做一些東西 而且經常都覺得現在雙手好像廢了 就連字都不會寫了 因為我們有電腦、電話 只是打字 夜精靈媽媽經常笑 明天都退化,只剩兩隻手指 用來按個電話就可以了 其他的手指都沒有用的 其實我們一天到一刻對著電腦、手機 的確有很多便利 但是手指越來越品絕 所以為什麼會想開始做手工呢 就是看到別人用一些很簡單的工具 可以做到效果好像很專業 好像很漂亮 心思思思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 如是者就開始了我做手工的生意 都是由做卡片開始的 不過是做了一大堆工具 應該說最初是買一大堆工具 買一大堆工具 如果是你不用 即是沒有用 那可以怎樣呢 那時候就決定 不如在身邊的人 生日 結婚 生日 結婚 聖誕節 然後又會買一大堆工具 然後又會買一大堆工具 例如我做一張卡片 最快最快 可能都要半個小時 九個字 如果要做得很漂亮 可能都要幾個小時 或者做得比較複雜 可能都要幾個小時才做到 所以你買的當然容易過做 變相了 嘴唇說自己是做手工 其實換轉也是另一種購物 只不過只是扣一些半製成品回來 去做自己的製成品 所以我會說自己是一個手工傻人 自以為自己是做手工 其實都是脫離不了這個資本物質主義的操控 都是一個消費的活動來的 不過說到做手工 其實都想有一個訊息 剛才都說到千里送我無 勿興情而重 其實我最初做手工 送卡片給一些同事 純粹都是為了自我感覺良好的 因為我有一個藉口 其實都是想找一個藉口 用一下自己買回來的一些工具 又覺得自己又好像做了一些東西出來 如果有些朋友賺 那張卡多漂亮 我覺得很開心 所以都是自我感覺良好的一個過程 但是久而久之 我發現身邊的人都很欣賞 夜精靈去做這些卡片 因為現在的社會實在太速食了 所有的東西都很速食 什麼都可以買 其實人跟別人的關心 就算是送個卡片給朋友也好 買份禮物給朋友也好 有時都會變成好像覺得很膚淺 還有很薄弱的感覺 除非我有一個朋友 我很欣賞 他其實是一個很有心的朋友 例如他會去旅行 或者去不同的地方 當他看到一些東西 他覺得很適合你 他又覺得你會喜歡 於是他就會買定 然後留起他 在你生日的時候送給你 那我這些朋友 我真的很真心地很欣賞 因為我覺得他們真的 把一個人放在心上 真誠地把你放在心裡 他真的考慮過 你想過 你是真的喜歡這件事 而且這件事很適合你 然後他買來 是一個特別的日子送給你 那這個我覺得是很感動的 我收到這些禮物 或者我聽到他說 有時跟他逛街 可能他說 這件事蠻好 那我就說 哪個好像應該都 即是我們共同的朋友 哪個應該都會喜歡 不如我買定 等他生日的時候送給他 那我會覺得很欣賞 那我自己呢 就實在不是一個這麼 上心的人 那又比較粗心一點 那我大概呢 例如生日這樣 我都是大概記得那個月份 那個月份是某軍生日的 但我都未必記得那個日子的 那我只記得那個月份的 那我都沒有這麼細心 那我唯一可以做到就是 那我就全心全意做一張卡 我會做一張我覺得適合你的卡 或者不要說適合你 或者做這個卡 至少你都不會抗拒 舉例 我不會做一張很女性化的卡 給男士 或者我可能知道 某朋友特別喜歡野生動物的 那我就做一張呢 和野生動物有關的卡 給他做生日卡 那他又會開心這樣 那我會是用這個方向 那我又覺得自己親手做了一些事情 那現在呢我就發現耐了呢 身邊的朋友其實他們都很欣賞的 因為他們會覺得 現在真的要收到一張卡 第一 就是本身要收一張卡 都不是真的那麼容易 因為可能香港的社會 都不是好像外國那樣 那麼流行送卡 還有我覺得送生日卡 等等這些都很流於 是好像讀書時期 大家會做的事情 出來做事之後呢 其實更加少會收到 所以當他們拿到一張卡 都看到一張手做的卡 他們都會覺得 我身邊的朋友都會覺得 都很開心的 我看到他們開心 當然我自己都很開心 因為都是一個 就是 都是一個很有滿足感的一件事 那雖然 說到這裏 夜清零 就好像大家看到 很多話說的 但其實呢 我也是一個很害羞的人 那有很多呢 其實心裡面 就是心底裡面 很 舉例 我可能很 感謝某些人 又或者可能我 很想 如何好呢 即感激啊 或者愛啊 這些呢 其實就是 可能都是中國人的社會 比較難直接說出口的 寫呢 其實就會容易一些的 所以呢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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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親節啊 這些這些日子呢 我都會做卡給我媽媽的 然後裡面呢 就寫了 我對 很愛你啊 感謝你啊 感謝你 照顧我啊 養大我啊 那所以 其實我 這個呢 都是我感情表達的 其中一個方法來的 那呢 其實我都想 和大家 分享 為什麼要分享 這個 手工 做手工的故事呢 那 我都希望呢 大家 都可以 想一想啦 其實我們 有多久沒有關心過 我身邊的人呢 那 有時候 或者我們有多久 沒有跟我們身邊的人 表達我們對他們的愛 或者感謝呢 那 在一個呢 充滿著 負面聲音的社會 充滿著投訴 每一天呢 都是趕趕趕趕 忙忙忙 大家的生活節奏呢 都很急速 找食都來不及的時候 很多時間呢 其實我們都忽略了 我們身邊的人 的一些感覺 無論是 我們 對他們的感謝 又或者呢 對他們的關心 對他們的愛護 其實呢 我們都未必 有一個機會 或者時間 去表達 說作詢 萬輕情易中呢 不只是 包括了 送禮物的 我覺得 應該都包含了 一句問口 一個關心 或者可能见一面 有多久 例如身边的朋友 有多久我们都没有联络过呢 你最近有没有 大家都不方便出街 你有没有传一下一个短信 去关心一下你身边的人 问一下他们今天过得好不好呢 希望大家今天之后 都可以抽一点点时间 看一看自己的电话表里面 有一些什么人 可能很久都没有联络过 可能因为之前一些 不同的政治原因 不同的看法疏远了 但大家都依然很珍惜这段友情 很珍惜这段关系 趁今次疫情还没过的时候 不如大家关心一下 身体好吗 最近天气忽冷忽热 记得穿多件衣服 不要吊耳轻心 天气续续续续 都希望大家有一个春光明媚 开心愉快的人生 充满着温情和温暖 祝你们好梦 晚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